HELLO FOCUS的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應該算是第一次在FOCUS的車友團裡面 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我們是KT的避震器 在我們自駕的粉絲團裡面 應該常常有機會安裝 但是這部車有好多的車友安裝 都是在大雅的綠園輪胎 或是在其他地方 那工廠裡面反倒是 最近的話 最近安裝到FOCUS的機率比較少 那剛好今天有車友紅場 所以我們就來這裡開個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 FOCUS的3.5代 它改裝給你們的一些介紹 那在以這一部車來說 CIVIC G-Bi跟8-Bi 它的後輪的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後輪的Camper角度呢 會變得比較差 所以一般如果啦 車友們有要降低車高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要加裝 仰角調整器 那像是FOCUS的4代 最近又大概去年 12月底吧 又用了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那如果是像是FOCUS的4代 它是迫避扭力量的一個懸吊系統的話 那就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所以今天車友也有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可能會針對仰角調整器的部分呢 多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為什麼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跟為什麼要改KT避震器 那今天車友的改避震器的訴求 是因為它原廠的前面的避震器呢 已經漏油了 所以來做一個Tai 1 那來台灣的話當然是選擇KT避震器 高低也能調整 軟硬也能調整 它的功能性的話比較全面性 那像是輪胎的話也都是一個維持原廠的規格 那這是後方的彈簧 這是3.5代後方的彈簧 上橡皮 這個上部彈簧 上部有一個橡皮 下部的話也有 上部橡皮的話是KT避震器 在調整器過上方就已經有附上 有附一個橡皮 所以上部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這個形狀看起來很特殊的一個造型呢 這個是後方的原廠的仰角 那它的仰角有的懸吊系統 它在仰角上面的這邊或者是這邊螺絲 它會做一個偏心螺絲 所以它能藉由偏心的螺絲的調整 來改變後輪Camper的角度 但是Focus 3代、2代這些車款呢 它並沒有做偏心螺絲 所以它原廠的Camper是不能調整 但是它原廠的竖角是有做偏心螺絲 其實是可以調整的 可是原廠的竖角它偏心螺絲 能調整的幅度其實是不多 所以為什麼要改兩角調整器 為什麼要改竖角調整器 的用意就是即便降到長輪 它也能藉由兩角調整器 跟竖角調整器的調整 讓它做到輪胎能夠正常磨耗 不會吃輪胎的內側 或者是磨耗的速度太快 所以這個是改兩角調整器 跟竖角調整器的用意 那這個是後方三代的一個筒身 它的筒身 畢竟它底盤結構比較像是歐系車 所以它的主靈壓起來的話 它會比一般的同級的窒系車 還要來的硬朗一些 所以它的主靈懸吊系統 其實基本的本質已經算是不錯了 FORCE的二代三代的主靈已經算不錯了 那它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後面並鎮器的上座 這個上座 以原廠的連線來說 其實它不太會壞 但是它的結構設計不同 所以在改裝了KD之後 不論是前面跟後面的上座 KD都有附一個新品 這個是後方的主靈 這一台車已經開了大概十來萬公里 所以這樣下壓起來的感覺 也還不是很客觀 因為都一定有摔吐的狀況 那這個是右前方的BJC 已經有嚴重漏油的狀況 這個已經漏到說 它跟彈簧的 已經沒有辦法吸附住彈簧的晃動 所以它前面應該會像座船一樣 不斷的上下上下晃動 這個是避震器的上座 那它的上座下方 原廠也會有一個指推軸承 當我們方向盤在轉向的時候 它的這個軸承會轉向 這個軸承可能也卡的比較緊 那這個是原廠的上座 原廠它的是做一個母孔的設計 這個是一個螺絲 但是改裝之後就會改變了 因為讓師傅比較好安裝 所以這個螺絲 螺帽 還有這個上座 KT都有附一個新品 這個是原廠的設計 那原廠當然不能調高低 也不能調軟硬 改裝鐵的話才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方的圓標訊 後方的話 車高原廠大概是三幾半左右 輪胎的上遠到葉子板 大概五十五到六十MM 那今天預計大概降到剩兩指半 當車高降低之後 KEMBER就變差 所以剛剛一道的兩角調整器呢 就是需要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裡有一個螺絲可以調整位置 這個局部的話 就是在調整KEMBER的位置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改變 它的後輪的KEMBER角度 就變成很可調的 那它下方啦 下方的話 有一個偏心螺絲 那個是在調整樹角的 但改了兩角之後 樹角它需要調整範圍 就會變得比較少 以經理來判斷的話 兩指半的話 可以改兩角 樹角的話 應該可以用原廠的偏心螺絲去對應 那萬一不足的話 再來改後方的 樹角調整器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後方的一些零件 像是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 然後KT跟別人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它做得比較長 那它做得比較長 這個軸心它是跑長行程 就可以對軸心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不會因為行進間 石頭噴溅到這個軸心 造成日後有可能會漏油的狀況 所以這個防塵套 我們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就會整個照住軸心 所以這個防塵套的 保護的效果相當的不錯 那這部車我們後方 配置的彈簧式配置六公斤 就一般道路版的版本 其實這一台車 也有很多熱血的車友 我們跟KT訂購的是 訂購競技版 那競技版的話 它的後方的彈簧就會來到8公斤 所以就是8.5公斤 公斤數就會更高 那當然啦 稱度比較好 操控比較好 可是相對的它的舒適度的話 就會因為彈簧加高 主力加重之後 就變得比較熱血一點 那如果一般還是要兼顧到舒適度的話 經理還是推薦安裝KT的道路版 這個是後方6公斤的 像這個彈簧的上方 它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就是在調整車高的 我們如果把這個調整機構 加上彈簧整體的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說短的話車高就變低 所以這個彈簧看起來也能調長調短 可是這個彈簧的長短 它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車高的改變是靠彈簧上方的這個調整機構 那這部車所有安裝的重點跟靈魂 就是在於後方的彈簧 當車高設定好之後 後方的彈簧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如果把這個彈簧縮得太短 它的彈簧是預載 預載的話 那主力什麼條都不好做 所以這台車來說的話 所有整台車Focus前面加後面 整台車安裝靈魂的重點 就是在後方的桶身 所以這個後方桶身 安裝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前面的話 竖角的話不太拍得到 竖角的話是在這個地方的下面 這個是原廠的竖角 那原廠的竖角在 在內側的話就會 原廠原廠的竖角它是一樣是不可調的 可是原廠的 頭映的一個竖角的角度 是靠下直臂的內側 這個內側這裡有一顆偏心螺絲 竖角的話是靠這一顆偏心螺絲來做調整 這裡 OK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是一個賣花承的全吊式桶 那前面的話 KT的配置是配置8公斤 那它的有一些油管固定下 還有APS感應線這些呢 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做一樣的 APS感應線我們還沒有扣上去 因為前面的話 食物還在陸續施工當中 那前面的話是配置8公斤 那KT用料的話 像是這個車款的話 比較少車友會選擇日本的TIM 我也不曉得日本的TIM有沒有做 像是日本一般日系車 很多車友推崇的日本的TIM 它所使用的油封 油關到上面最重要的就是油封 油封的話 我們KT所使用的油封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耐久度相當不錯 那裡面填充的阻尼油 填充的主尼油是使用意大利一整桶 大概200L 一整桶進口的 意大利IP的主尼油 如果要騎大型重機的熱血的車主啊 意大利有一個品牌叫APRELIA APRELIA它的前叉跟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單價還蠻貴的 可是它的耐久度的話是相當的不錯 那像是前面的 在這個腳管上方的話 這裡有一個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如果要調高的話 是把它的整體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今天的話預計大概 這台車其實前面沒有很高 原廠的大概是兩指再多一點點 那今天預計啦 前面大概剩下兩指左右 所以車高調高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KT的形式 它設計上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去讓車高變高 如果是用壓縮彈簧改變這裡 我們把彈簧逼緊了之後 車高才變高 可是當你把彈簧逼緊之後 它的彈簧攻擊速就會變高 所以它的預視還是變高 那它變高之後 乘坐感覺就會變得比較硬 但是這樣形式的話 並不太建議 因為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會比較少 但KT的設計 它是靠腳管下方 我們把這個角度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所以這樣的形式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會比較寬 那第二個是 不會因為調高就變硬 它調低就變軟 所以它在調整高低之後 並不會因為高低的落差 而有不同的乘坐感覺 調整軟硬的部分 在調整阻力之前 經理都會建議車友們 不論是不是裝KT 都有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先把輪胎的胎壓 先用到原廠的建議數值 像是這台車的話 原廠建議的PSI 胎壓的話大概32到33左右 冷胎壓大概32到33 那把冷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力 它調整軟硬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有關係 所以在安裝 除了後方的彈簧預載石要設定好之外 第二個就是胎壓 第三個就是阻力的調整 像這一部車的話 它的原廠的扁平比比較高一點點 原廠的是16吋 所以它的扁平比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待會要設定的主題段數 前面可能會大概先設定的大概18段左右 後半的話應該大概15、16段 那整體開起來改變 就會比用廠好很多 而且在過彎時候的側形 因為彈簧的公斤數變高 所以它的側形能力能夠好很多 那這一部車 因為我們在桃園還有台中的話 這一款車的車有相當的膨長 所以在桃園也好 或者是台中也好 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因為地震器很多的車友 比較的方式都是在網路上詢問 可是在網路上詢問的話 其實並不是很客觀 因為每個人跟改裝的狀況不一樣 那每個人的需求也不同 所以在網路上詢問的話 其實車友們給的建議 不是很適合自己 那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就是有實車來試乘看看 覺得這樣試乘起來的感覺 是適合自己的 那再來考慮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Focus 1.5升的渦輪 一個安裝KDPNC的介紹 那如果下次有機會再安裝到Focus的話 一樣會跟網路上面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